咱们同学们普遍都有看电影的爱好 但是作为咱们音乐生 你出于职业习惯也好 你有没有特别注意电影配乐啊 那你知道电影配乐的功能吗 高二给你们上点干货啊 给大家讲讲电影配乐的五大功能 第一 营造一个可信的时空氛围 第二 强调心理效应 第三 作为中性的背景音填充 第四 建立感觉的连续性 第五 表达角色的内心活动 是不是很有道理 但又没有人给你总结 今天你学会了吧 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 电影配乐的重量级人物 当当当当当 汉斯继默 汉斯继默 他被誉为好莱坞大片配乐的代言人 可以说一个人称起了 大半个好莱坞的电影音乐 他参与配乐的电影作品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像狮子王 盗梦空间 加勒比海盗 敦克尔克 但是你知道吗 邓超演的国产电影《银河补习班》 他的配乐竟然也是汉斯继默 怪不得给人一种好莱坞大片的错觉 汉斯继默在电影配乐上 主要的创新成就 有次把电子乐的绚丽紧凑 和交响乐的磅礴气魄 结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 是典型好莱坞英雄主义电影 不可或缺的标准配备 所以也有人称他是电影音乐的摇滚明星呢 所以有没有对电影配乐感兴趣的同学啊 那么我把美国影视配乐的名校整理如下 大家记得点赞转发收藏哦 也欢迎大家说说你心目中的汉斯继默